大家好 欢迎收看消费流行线 我是主持人蒋洋洋 你玩过三维弹球吗 对不少人来讲都是一款经典的怀旧游戏 如今它又卷土重来了 今年在芝加哥举办的Pingball X Pro 2017年弹球比赛 吸引了大批的爱好者 各个年龄段都有 从小朋友到老大也 这也意味着老师的接机游戏现在正在复苏 拉一下弹杆 发射出金属球 再利用左右两边的按钮操控弹片 设法让金属球敲击到指定的目标获得分数 可是就有一个问题 小朋友参加这种活动是父母带着他们来的吗 会不会耽误到学习啊 会不会减少户外娱乐的时间呢 我们来看看 这种投币式的大型弹珠机器 曾经在美国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受到大众欢迎 不过于金钱扯上边也被官方视为危险娱乐 于是呢就下了禁令 直到1976年才解禁 面对电子游戏的崛起 弹珠游戏机奋起反抗 加入了多款创意元素 以及华丽的玩法 包括电影《星际大战》都成了弹珠游戏机的主题 制造商每年业绩大幅增长 预计今年营收还会再涨三成 在十年内 从500名玩家成长为45000名玩家 从每年的50场活动 变成每年将近有3000场活动 弹珠游戏机历史悠久 鼻祖呢是17世纪法国一款 名为巴格戴拉的桌游游戏 到了1931年 第一款投币式的自动弹珠游戏机在美国问世 当时正值大萧条期间 有低成本娱乐的需求 也让弹珠游戏机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不过啊 这种弹珠游戏机曾经被视为是赌博 所以游戏机十年来在各大城市都被下了禁令 包括洛杉矶 芝加哥与纽约 当年纽约市长拉瓜迪亚曾大动作砸碎这种游戏机 因为它与金钱扯上关系 就很容易与黑帮势力结合 因此弹珠游戏机被视为危险娱乐 自从40年代开始被禁止 吃瓜小伙伴们都知道 日本是一个神奇的岛国 有很多脑洞大开的风俗或奇怪的事 日本经济文化高度发达 法治严明 而且大家普遍认为 日本人手法懂理素质较高 但近年来日本社会对一个现象忧心忡忡啊 有越来越多的弹珠机 风靡日本全国各地 数百万日本人沉迷于此赌博游戏 可能占到总日本人口的4% 非常严重 在日本各大城市的繁华地段 到处可见店面庞大 人潮拥挤的弹珠机店 全天24小时不断营业 无数日本人 特别是小朋友 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好多少年少女 因为学业受挫 压力 工作压力大 找不到男女朋友 于是一头扎进这种变相赌博游戏中 在懵懵懂懂中 消耗时光 也消耗了大量金钱 弹珠机的生产 不能依赖机器 必须要靠人工 制造一台弹珠机 对细节 零件 采购 统筹等 要求非常高 精准控制库存和生产 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每一台弹珠机 都要经过人工检验 但有的公司也利用机器人 对其进行测试 每台机器都需要30个小时 大概4个工作日 才能完成组装 要200多个员工参与其中 从设计 到制造出一台好的弹珠机器 需要花费一年的时间 和数百万美元 游戏机的初始设计 在一块木板上 做好之后 就是去做测试 测试时间可能是一次 也可能是重复好几次 如果一开始测试 就能实现全雷打 那的确很棒 但通常情况下 还要做一些改变 毕竟这是第一版设计 所以有玩家表示 打弹珠从力道的掌控 到计算设计角度 都需要精准的拿捏 而非只是单纯的碰运气的游戏 面对电子游戏的来袭 这种接机游戏奋起反抗 他放眼未来 企图创造下一个黄金年代 但是还是要提醒家长们 不要让小朋友过度沉迷这个接机游戏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消费流行线 我是主持人蒋洋洋 喜欢足球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英超联赛里有一个节礼日大战 这里的节礼日指的是圣诞的第二天 12月26日 是在英联邦部分地区庆祝的节日 如果你不知道节礼日 那你肯定听说过 Boxing Day 对于英国本土的人来说 Boxing Day是一年一度疯狂购物节 连黑色星期五也没法跟它比 Boxing在英文中有拳击的含义 不少人包括我 第一次听说都以为是拳击日 但其实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在海淘越来越流行了 欧洲和英国的电商通常定价就比美国低 而且寄到美国还可以退税 再加上免运费的话 真的是超级划算 身在美国的我们 也有必要了解一下英国的这个 堪称黑母的节日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英国的Boxing Day Boxing Day是英国特有的一个圣诞期间节日 就在圣诞节的第二天 12月26日 这一天 几乎举国上下的商店和网店都在打折 是大英人民购物省钱的大好时机 也是抢货血拼不能错过的日子 英国政府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 也将12月26日这一天 定为英国的法定官方假日 让大家全都放假去买东西 Boxing Day主要源于中世纪时英联邦国家 关于它的由来 众说纷纭 比较普遍有这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 在古时人们驾驶船只开拖新大陆时 通常要由牧师将一个代表幸运的盒子 放到船上 当船员上船时 往盒子里放一些钱 祈祷航行的顺利 如果这艘船顺利地回到了家乡 牧师对船员祷告 并把这个盒子收回来 直到圣诞的时候呢 把盒子打开 把里面的钱分给穷人 所以这个盒子 这个Box 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 第二种说法 认为传统上 每年圣诞节之后的那一天 是教堂门外放置的捐款 像的开箱日 这一天 教堂的人会把募捐的款项 分发给穷人 之所以选的这一天呢 是因为圣诞节购完之后 每户人家都会把 节日后剩下的物品 打包好捐到教堂里 这对于穷人来说 是一个来自上帝的祝福 所以它都是跟盒子 Box有关 所以才叫Boxing Day 但不管Boxing Day 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 现在的12月26日 已经成为英国商场打折促销的日子 成为促进英国经济的一种手段 这一天商场通常早上5点 或者更早就开门了 当天想购物的人们 如果不早早去排队 好东西很快就会被抢光了 我们来看看今年百货公司Harrows盛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9、8、7、6、5、4、3、2、1 跟何发现 走十千年 事情很多不同 今天 你的 我只是想要放在背面 而对于其他一些人群 比如说体育迷来说 节礼日也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天 因为英国很多赛马和足球比赛 都会选择在这一天举行 著名的英超节礼日大战 就是一个例子 传统英国家庭里 家人们在这一天也会聚在一起看比赛 或者进行家庭体育活动 以前的时候 英国上层社会名流 还会在节礼日这一天 穿上传统的打猎装 戴上猎犬去山里捉狐狸 只不过这项传统活动 在2005年2月时已经被禁止了 而且还被列为了刑事犯罪行为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哦